湖南女险命丧珠峰或同胞解救 1万美元费用只肯给4000美元惹争议 近日湖南省登山队两名队员 在距离登顶珠穆朗马峰不到400米时 为救人放弃登顶计划或外界称许 为事件却出现后续发展 知情人士透露 被救者为湖南50岁的登山者L女士 对方是在5月18日登顶珠峰下撤途中遇险获救的 事发于5月18日晚8时 在珠峰海拔8450米处 范先生发现一名倒地登山者 当时见其右手没有手套 已冻得发黑 左手只有一只抓绒手套 身旁没有其他人 范先生估计 倒地者是被雪巴人 又称夏尔巴人放弃救治 当时其氧气已用完 脸部已覆盖薄冰 手已冻伤 生命体征微弱 范先生表示 自己的雪巴人向倒 也劝自己不要施救 但眼见对方是中国人 范先生决定放弃登顶救人 为了准备登顶 范已经历40多天的努力 花费近40万元人民币 一切都要付诸流水 当课 范先生又遇到了正在攀登的队友 谢先生 57岁的谢先生 当时对雪巴人向倒说 自己放弃登顶 要救这人 并承诺只要把L女士送回C4营地 就给其1万美元的奖励 经过4个多小时的救援 最终L女士被送至C4营地转为为安 随后被所属登山队接走 据湖南媒体报道 L女士获救后 曾承认自己遇险和获救的事 但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因为当时人迷糊了 对于范先生和谢先生的善举 L女士表示 救命之恩 应当感谢 回到加德满都后 谢如祥在一家酒店又遇见了L女士 问候了一下 她说恢复得挺好的 范先生表示 回国途中 自己和其他队员都是与L女士同意班机 但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 雪巴人随后一直催促 要当日承诺的1万元美金 范就找一个朋友联系L女士 范先生获得的回复 让她怒不可遏 我们每人给夏尔巴的小费1800美元 她愿意付1500美元 然后救援费用1万美元 她愿意付4000美元 这把我惹怒了 我说你这样子说的话 这钱我一分都不要了 不用给我了 最后的救援费用 是我们自己出了 我跟祥哥各出了5000美元 昨天已经给了夏尔巴向导1万美元 范先生表示 为了救人 不仅放弃金钱和时间 现在还要自己另外出钱 实在无法接受 知情者透露 返回国内时 L女士就对传媒采访表现得很抗拒 毕竟从鬼门关回来 会有一些应激紧张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